如果父母105天都联系不到自己的女儿 那么她一般会去哪里? 出国旅行?生病住院? 或是在自己家里的冰柜中? 2016年10月18日 杨赶连唯一的女儿杨丽萍 被丈夫朱小冬掐死后 藏于事先准备好的冰柜之中 直到2017年2月1日 105天未见面的女儿 在杨赋60大寿之日 依旧并未出席 才被动地揭开了一起 骇人听闻的杀妻案件 丈夫杀害妻子后 第一时间盗取了妻子的所有存款 并以王妻的名义贷款了16万元 为继续纵情歌舞 享受人生 朱小冬精心地维护着骗局 用妻子的手机 回复着每一个联系她的人 直到105天后才东窗事发 那么大家不禁疑问 这名妻子是犯下了什么 十恶不赦的罪行吗? 或是夫妻双方 有什么解不开的仇怨吗? 事实却恰好相反 朱小冬与杨丽萍于2015年12月31日 在上海领政结婚 这段婚姻并不被女方家长所看好 朱小冬家位于虹口某老社区的 2X号楼404房 从小便与母亲住在这个 30平米建方的单间里 2X号楼是一栋五层小楼 始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楼道里斑驳的墙面和扶手 向每一个到访之人展示着她的岁月 因为买不起新房 朱母只能在儿子婚后搬出去住 而自身条件极好的杨丽萍 就嫁到了这样一个 可以说有些困难的家庭里 2016年10月14日 是杨感联和妻子 最后一次见到女儿的日子 这天杨丽萍和朱小冬 拿着学校发的运动鞋回家 没说几句话 女婿就急着要走 从这天起 老两口再也没有见到过女儿和女婿 发消息让女儿回家 杨丽萍要么说是在外面玩 要么说工作太忙 实在走不开 就连女儿视为家人的大猫突然死亡 女儿都没有再出现过 好在杨丽萍的朋友圈 还在如常的更新着 2016年10月31日万圣节 杨丽萍的朋友圈 发了三张迪士尼的照片 配文万圣节嘛 母亲抱怨了一句 没良心的 有时间出去玩 这么久不回家 11月7日 杨母的手机上 收到了一条女儿发来的微信 妈咪 我生日打算和东出去旅游 等她生日 再请吃饭 原本11月22日 是女儿30岁虚岁生日 一周后又是女婿朱小冬的生日 按照原定计划 杨丽萍父母早就约定 女儿女婿在某酒店一起庆祝 杨母问他们打算去哪 女儿答 想去北海道 要么冀州岛 令杨母感到奇怪的是 女儿一般会称朱小冬老公 这次却叫她东 但年轻人的事谁知道呢 一日 杨母又给杨丽萍发去一条微信 上完课打个电话给我 想跟你说说话 好像有点想你了 女儿却只回复了两个字 忙着 11月21日 杨丽萍生日的前一天 他们家中养了十几年的大猫死了 女儿把她当作家人 杨母发消息给女儿告诉了这个噩耗 对方却只回了十几个大哭的表情 并说自己正在外地赶不回来 同时聚接了母亲的几个电话 杨母发微信责备了女儿 但这天杨丽萍的朋友圈再次更新 是自己在KTV过生日的现场图片 并配文 祝福请统一发在评论 12月2日深夜12点 杨丽萍二表姐在步行回家 至水电路路口时撞见了朱小冬 她好奇地问朱某 怎么这么晚了还在外面 萍怎么没跟你在一起 朱小冬气定神闲地回答 杨丽萍在家里 自己刚刚下班 正准备回家 12月14日 已经整整两个月没有见到女儿的养母 再次尝试拨打杨丽萍的电话 并问她为何不接 女儿回答 手机有点问题 听筒坏了 还没去修 圣诞节前 杨丽萍爸妈曾两次戴上 已经织好的毛衣 在杨丽萍二表姐家 等待约定好过来吃饭的女儿 谁知快到了饭点 女儿却发来微信称 人在外地回不来 第二次又在饭点前称 丈夫朱小冬因严重的口腔溃疡 正在医院挂水 自己陪着 赶不过来 二表姐让表妹来家里取毛衣 并问她是否参加元旦的聚会 对方却称 12月31日 是她和丈夫结婚一周年纪念 要和她单独庆祝 时间又过了近一个月 农历春节前夕 杨丽萍发微信给母亲 妈咪 我们和小伙伴一起去香港过大年 初二回来拜年 此时已经三个月未见到女儿的杨母 在微信中骂道 白眼狼 并怪她这么久不回家 不和家人联系 但并未得到女儿的回复 2017年1月29日 大年初二 杨丽萍父母在家等了一整天 女儿却声称飞机延误 又来不了了 杨母对女儿的屡次爽约极其不快 在微信中说道 你今天放我们鸽子放了不轻呀 询问她是否有空参加三天后父亲的六十大寿 女儿回答 当然 2017年2月1日 正是杨感连六十大寿的当天 她早早的在家里布置好了一切 妻子准备好了满桌丰盛的菜肴 老两口等待着已有105天未曾谋面的女儿女婿 登门拜寿 却迟迟联系不上对方 眼见事情即将败露 当日朱晓东在母亲的陪同下 来到上海市提兰桥派出所自首 朱母给杨家打了一通电话 让他们快点来派出所 只说他们的女儿出事了 一路上杨感连安慰妻子 可能是出了什么交通意外 谁知得到的竟是女儿 已被杀害105天 就存放于家中冰柜的恶号 而凶手竟是那个 他们一直喜欢不起来的女婿 朱晓东 10年34岁的朱晓东是上海人 10岁时父母离异 初二那年曾因参与抢劫而被抓 朱晓东成绩很差 远没有考上高中分数线 在一所职校待了三年 随后步入了社会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上海某商场的销售员 但因隔山差午的迟到早退 很快便被炒了鱿鱼 别看他家庭条件差 学历也低 但上帝关上一道门 必定会为你打开一扇窗 朱晓东的优势在于其帅气的外表 这也是当今社会最受欢迎的资源之一 很多人凭借他 一跃跨越了阶层 就连一向不喜欢他的养父 都称他为奶油小生 2007年 刚满20岁的朱晓东不甘平庸 报名参加了东方卫视的歌唱类选秀节目 《我行我秀》 大家耳熟能详的张杰 薛之谦 西韦等歌手 都曾经参与过这档节目 因为其帅气的外表 而收获了不少粉丝 百度铁巴里曾有一个他的粉丝团 叫做王子应援会 但是不学无数的朱晓东 既不能歌也不善舞 光凭借帅气的样貌就能走红 那老九我早就登上春晚了对吧 很快 这个朱就被节目淘汰了下来 由于没有拿到名次 高光之后 他又回到了熟悉的商场 继续做销售和陈列员的工作 不过我行我秀也确实改变了他 他觉得拥有明星光环的自己 本不该这么平庸 参赛后 他更加频繁的更换工作 一年内跳槽了几间商场 但一直做的都是销售和陈列的工作 自选秀以后 他的收入没涨 消费倒是来了个三级跳 不仅平日出手阔挫 撕穿用度变得十分讲究 当时他用几千块买一件衣服 毫不犹豫的就刷了卡 还频繁的出入酒吧 夜店等娱乐场所 参与网络赌博等活动 但是大家都知道 没有收入的透支消费 自然是无法长久的 2013年 朱小冬因欠下数十万元的外债 即将债务爆雷的前夕 此时 他结识了青春靓丽的杨丽萍 那年夏天 朱小冬在朋友的聚会上认识了杨某 他长发披肩 皮肤白皙 大大的眼睛甚是招人喜欢 说起话来也非常温柔 身上散发着一种知性美 一打听才知道 他是某知名学校的老师 很快便得到了朱小冬的关注 杨丽萍同样是上海本地人 虽然也是普通家庭 但父亲层次军人 在国企单位 家庭条件比朱家好得多 加上女儿非常争气 成功考上了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 毕业后更是在相当激烈的竞争中 通过层层选拔脱颖而出 成为上海重点高中 静原副校的老师 当时的杨丽萍工作稳定 每月到手1.5万元左右 而朱小冬犹如无业游民 三天两头的更换工作 月收入在4500元上下 还极不稳定 但在杨丽萍眼里 朱小冬是一个很酷的人 和他相处 一定会改变自己沉闷的人生 正在两人网络上聊得火热 准备步入情侣阶段的时候 有一天朱小冬突然消失了 大概半年后 朱某再次联系上杨丽萍 告诉他自己离开 是因为当时脑子生了肿瘤 治疗无望 因此独身前往西藏 住在雪山下喝血水 吃也吐 这样半年之后 竟发现自己奇迹般的康复了 直到此时 他才有勇气来追求杨某 实际上 当时朱小冬是和前女友 一起去了西藏旅行 旅行的费用还是前女友出的 但单纯善良的杨丽萍 相信了男人的鬼话 甚至还将她的经历和朋友们炫耀了一番 杨丽萍也有与其他乖乖女不同的一面 她几乎不和父母分享自己的生活和工作 她时不时会向家人屏蔽一些微信朋友圈 当初她到靳元副校应聘的事 她的父母是校长前来家访时才知道的 和朱小冬的恋情也是如此 她知道父母应该会看不上这个不怎么上进的穷小子 但她有她的优势 毕竟帅气扬眼 2013年9月 杨丽萍与朱小冬确立了恋爱关系 直到一年后 杨丽萍发了一个忘记屏蔽父母的朋友圈 他们才知道女儿已经结识了男朋友 杨丽萍告诉父母 朱小冬体贴孝顺爱干净 对她很好 甚至会给她做饭 两人时不时的会在朋友圈里秀一下恩爱 譬如男友帮自己排队抢新款iPhone 一大早就给自己买来了一桌早餐 带着自己出入过去从不赶尽的酒吧夜店 犹如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朱小冬不爱饲养冷血动物 蜥蜴、蛇、蜘蛛等 最多的时候有十几只 他把他们放在一面墙的玻璃柜里 因为家里很小 这面墙就携对着卧室 起初杨丽萍接受不了 但在爱情的驱动下 他也慢慢妥协了 当起了爬虫饲养员 与此同时杨丽萍还瞒着父母 一直帮朱小冬偿还外债 说来也巧 朱小冬欠下数十万外债即将爆雷时 杨丽萍的出现可谓是如急时雨一般 刚开始杨丽萍还帮他还债 但次数多了 积累的数额太大 两人难免有些争吵 每次朱小冬都信誓旦旦的保证 绝不会有下次了 可一拿到钱后又会顾忌重演 杨丽萍的家人对朱小冬并不满意 直到两人谈婚论嫁时 杨丽萍的父母才第一次见到朱小冬本人 后来又到杨家吃过几次饭 一次家庭聚会上 朱小冬当着杨家亲戚朋友的面说 杨丽萍我老欢喜了 其他人不可以骂他 他爸妈也不能骂 只有我可以骂 这番话让杨家人很不舒服 觉得这小子情伤也太低了吧 居然当着亲友说这种话 但看得出来 女儿非常中意这个男人 即使在得知男人和母亲 挤在一个三十平米的老旧房子里 杨家父母也并没有棒打鸳鸯 2015年的最后一天 朱小冬和杨丽萍去民政局领了结婚证 考虑到朱小冬的经济条件 杨丽萍没有穿婚纱 没有举办婚礼 只是摆了几座酒席宴请亲友 酒席上他穿着一件白色的蕾丝上衣 搭了一条牛仔裤 完全不像是新婚的样子 令人看了感到鼻酸 但他却乐观地跟朋友们说 嫁给了对的人 这些形式都不重要了 在与法医的沟通中 朱小冬将一切责任 推到了杨丽萍身上 因为他明白 妻子此时已无法为自己辩解 他称 有时候他给我发微信 我没回 晚上回家就发脾气 还有晚上我加班得很晚 就必须每半个小时 给他发一张工作照 否则也要发脾气 家里买个面包机 不如意也跟我吵 吵到要离婚为止 在他口中 杨某就是一个蛮不讲理 令人讨厌的上海小女人 事实真的如此吗 根据对杨家父母 和杨丽萍朋友的采访得知 杨敢怜称 女儿从来没有说过朱小冬的不好 只会说她很好 杨某回忆 每次逛街也给丈夫买不少东西 然而在他们面前 女儿是报喜不报忧 婚后不久 杨丽萍告诉朋友 朱小冬有些小气 不喜欢她和朋友们过多往来 杨丽萍的大学同学于敏称 凭在外面有什么活动 朱小冬也一定要跟着 新婚才两个月 2015年2月10日 杨丽萍在微博上写道 前几天微信删了 找我就短信或电话 女性随时OK 男性有被删除的风险 在未来的48小时 微信也要战败了 开始陆续删人 这不是演习 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随后 朱小冬将其微信卸载 这样的闹剧 在他们身上时有发生 可对于异性的防备 仅限于妻子 对自己无效 婚后 朱小冬与多名女子私下往来 聊天暧昧 被杨丽萍发现后 两人大吵了一架 朱小冬在一个纸板上写下了一封保证书 保证只有你一个 保证再也不和别人发信息 不会和别人联系 手机记录随时可以看 如果有 烧炭 在家里 一起死 然而 就在写保证书不久 当年8月 她假装单身 与一名叫做小鹿的女子 确立了恋爱关系 又被妻子发现 除此之外 她还与另一名女子暧昧不清 杨丽萍遇害后一个星期 朱小冬便带着这名女子去了韩国旅行 一个半月后 她又约了小鹿到酒店过夜 而真正引发悲剧的 并非是男人混乱的私生活 婚后 两人因债务问题不断争吵 还了旧债 新债又来 杨丽萍累计帮朱小冬还了十几万元的债务 因为债务问题 双方多次提出离婚 但到紧要关头 杨丽萍自己又不肯离了 一次次的争吵 让两人的关系降到了冰点 朱小冬陈述自己杀人动机 源于二人不愉快的杭州之行 他称 去之前因为我早上起晚了 在网上没有抢到他想住的酒店 他就大发脾气 在杭州那几天 一直不停地念叨此事 回来后 又因没有买到高铁票 只能坐卧铺回来 回家又一直念叨 晚上都哄好了 第二天起来又开始抱怨 朱小冬说 案发那天早上 自己实在受不了杨某的喋喋不休 就无意识地掐住了他的脖子 我只想让他闭嘴 没有想杀死他 可眼见妻子已经没了呼吸 朱小冬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知道自己完了 于是他决定束手就擒 再过一阵子过去自首 但真相真是如此嘛 经过调查 他作案后第一时间将妻子藏于冰柜之中 把他的支付宝里的四万多元 转到了自己的账户 然后打包行李和一名女子出去旅游 近三个月的时间里 朱小冬去了南京 海南 徐州 南昌 无锡 韩国首尔等地 先后以杨丽萍的名义 在手机上借了大约16万元网贷 用于花销 并用这些钱与多名女子居住豪华酒店 一致千金 那你在上海还开过房吗 有 有没有用杨丽萍的身份证去开房 有 你用杨丽萍的身份证去开房的时候 是你一个人还是另外带领的女性 有 在做英雄女性 为什么带其他女性 要用杨丽萍的身份证去开房 但是我也没有考虑那么多 105天的时间里 用妻子的名义和手机 与杨丽萍的亲友联系 制造他尚在人间的假象 不是因为杨富60大寿实在瞒不住了 这样的谎言还会继续编织下去 朱小冬自首后称 愿意接受法律的一切惩罚 但从头到尾并不承认自己是预谋杀人 只是坚称是措手杀死了妻子 但经过法庭收集梳理证据发现 朱小冬在案发前几天 购买了两本关于死亡解剖的书籍 一本叫做死亡解剖台 一本叫做死亡哲学 还在案发前挽购了一个冰柜 他称是为了给爬虫冷冻食物之用 但是什么爬虫需要这么大的冰柜来装食物呢 显然这是一起早有预谋的杀气案件 自首的朱小冬并没有任何悔意 他担心的只是会不会被判重刑 自首的前一夜男人打了整晚的王者荣耀 期间他出了一次门把王妻杨丽萍的手机身份证等重要证据 全部扔进了河里 但最终结果并未如他所愿 并没有上演他预期的因自首情节而予以轻判的戏码 2018年8月23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 朱小冬涉嫌故意杀人罪被判死刑 朱小冬不服提出上诉 2019年7月5日上午10时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朱小冬上诉 维持一审死刑判决 媒体采访朱小冬母亲时 他对杨丽萍一家感到非常抱歉 他说我儿子还是小孩 没经历过什么事情 失手杀了他最爱的老婆 他肯定害怕呀 并称在出事前 儿子朱小冬一直很乖 胆子小不愿多说话 难道儿子会不难过吗 那可是他最爱的老婆啊 时间回到案发的一个月前 朱小冬声称自己在香港找到了一份工作 准备举家迁往香港 他说服了妻子来到校长办公室 递交了辞呈 杨丽萍也去香港吗 他去干什么呢 洛校长问 他要过去帮忙做家务 朱小冬抢着回答 洛校长单独找到杨丽萍 再三叮嘱 辞职的事一定要和父母商量 可最终杨丽萍也没把辞职的事告诉父母 2016年9月19日 他发了一条微信朋友圈 屏蔽了所有家人 称 最近正在办离职 老公对我各种好 吃了顿大餐 然后问我要不要买衣服 我有些恐慌了 杨丽萍从靖元副校离职的第二天 便和朱小冬一起来到杭州旅行 回家便发生了惨案 而那个冰柜正是够于杨丽萍办理离职期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